歇普朝 作者 海上说梦人 第十六回 当下 潜如海大声贺问娘姨 这是什么回事 奶奶究竟往哪里去了 床上的花桥是谁做的 娘姨吓得面如土色 半掌不能开口 如海一发生气 催得快快是说 否则我定要告诉你 老爷重重伴你 娘姨捏如道 奶奶出去时 说到一个小姐妹嫁去的 并没说不回来 我因等她到十二点钟 还不见回来 不觉睡着了 方才少爷问我时 我因睡得糊里糊涂 信口回答 所以说错了 讲到床上的亲诊 乃是白天奶奶自己摆着玩的 我因望却替她收拾 不料被少爷看见 疑心道别的上去 少爷如若不信 带奶奶回来时 问她自己边了 如海听了 虽然不十分相信 却也无言可说 因问奶奶可曾说过 到哪一个小姐妹家去 娘姨回说 这却不知 如海默然 回到帐房中 诉了一笑 此晨早起 一问 无双仍未回院 如海不免有些着急 按想 她几月来 从未在外边过诉 怎的昨天出去 一夜不回 莫非再外出了什么岔子吗 她是郡人重托我照顾的 如若有了三长两短 叫我如何交代 而且郡人说不定就要来了 躺背她知道 昨晚一夜未回 免不得又有一场大闹 无双若能早些回来 或可将她忙过 但无双此时还未归院 少停郡人来撞破了 如何是好 原来 无双到了德安里 与美式闲谈至晚 吃过夜饭 无双要走 美式说 这里新宅 你还没住过宿 今儿合不住一宵 明天再走 料想 难得一夜不回医院 绝不知路出马脚 无双一想 今夜恰巧 秀真不来陪我 郡人夜间是绝不来的 唯有如海内丝 说不定半夜三更 闯进房来 但她有几夜不曾来了 料想没有这种巧事 因此放大流速 又见美式没带戒指 便在自己纸上 吞下一只红宝石的戒指 给她套上 次日起来 用过早点 美式开除 取出一只红木镜霞 里面书壁牙针法刷 一应书头物件俱全 无双见了 笑道 你这精灵鬼 亏你想得周到 美式笑说 这是要紧物件 怎可以漏 旁着头出去 未免旁观不雅 无双笑着 命娘已给她打了一条法便 顾车回到行人医院 已是五排时分 娘已接着 告诉她 卢海昨晚进房 看破机关 今天一早 已拙人来问了几次 此时还在帐房中等你呢 无双听了 未免招慌 问你怎样回答她的 娘已从头至尾 向她说了 无双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虽说你且到帐房中去看看 前少爷如还未走 请她进来 我有话说 娘已答应着 走到帐房门口 见如还正备着双手 低着头 跺来跺去 听得脚步声响 还到郡人来了 慌忙举目观看 见是娘已 忙问 奶奶来了不曾 娘已说 早来了 请前少爷进去呢 卢海如是重负 三脚两步 奔到无双房中 无双一见 笑说 你昨夜受惊了 又捧起那个绣花枕头 笑道 这是我的替身 你还认得她吗 卢海也不觉笑 将起来 无双幼道 大约你昨夜还当我跑了呢 我今儿何该不回来 让你多招一夜急 看我家老爷问你要人事 如何交代 说吧 拍手大笑 那娘已也在旁边笑了 卢海不能插口 只得陪着他们笑 笑了一阵 无双幼道 是有凑巧 我早起在床上 装了一个假人儿 不曾撤去 兴得我跑开了 你把他当作我 倘若我在这里 你还要当我床上 藏着个汉子呢 一面说 一面又笑得前仰后合 卢海带他笑声略指 问他 昨夜究竟宿在何处 累人担了半夜心 无双道 我昨天先去看一个小姐妹 又迎干娘家许久没去 雇出来时 又到干娘那里去了一趟 她留我吃了晚饭 正想走时 不料又来了几个小姐妹 硬托我插麻雀 足足插了一夜 早上略睡片刻 已有十点钟光景 梳好头 急急忙忙回来 你们已闹得天翻地覆 照他们的意思 还要留我住一天 倘若我真个住下 不知你又要担心得怎样了 说吧 把手怕掩着口 又咯咯笑个不住 卢海道 原来如此 只因你没向娘姨说明 累得大家怀疑 下次只消告诉娘姨 回来不回来 就不致闹出笑话 而且俊仁兄来时 也有个交代了 无双笑道 他绝不至疑信我逃走的 卢海道 这个自然 谁疑信你逃走呢 彼此一笑 卢海见拥妇开饭进来 说今儿的菜不好 便写条子拙人 叫了几样菜 与无双同桌吃了才走 无双阴见如海 毫不怀疑 自此 渐渐把胆子放大 竟有时冠冕堂皇地 不回医院 推说住在小姐妹家 其实却在德安里 陪着美式 美式字节是无双之后 借客栈一遍 而为租公馆 呼奴使臂 有吃有用 仙衣华服 进出都是包车 好不阔绰 那一般同伴 见他一旦平地升天 都嘖嘖称其不已 内中有两个做小生的 一个叫王漫游 一个叫求天敏 还有两个做花旦的 一个叫颜天孙 一个叫孙应玉 都是烟花对立能手 明知美式举止异常 定由此中得法 但不知究戏哪一条路的 又因自己虽然调上了几个妇女 那都是些青楼中人物 决定算了个两不来去 哪里来的倒贴 因此见烈欣喜 抑郁打听美式节式的酒席和人 四个人相思议论 漫游说 美式一定拼着一个官家小姐 因她常戴着奇异心事的宝石戒指 这种戒指 是样古老 绝非寻常人家所有 但她时常更换 可见的不能当作己物 定系有人偷出 借给她代代出风头的 这人能偷得出这些贵重物件 虽不能称作正主 然而必非外人 大约是主人的女儿 故我料想 不知哪一个官家小姐 给美式搭上了 天孙摇头说 不是 我看美式进来场面很阔 包车金表 金丝眼镜 天天换行头 这种手面 岂是人家小姐所能办得到的 看来还像是有钱人家一太太 应遇到 我以为也不是小姐 也不是一太太 却是一个做官人家大太太 众人都问 何以见得 应遇到 你们那天不曾见她 给我们看的一个小金元宝吗 据她说是替亲卷败寿得来的 你想美式这种人 有什么好亲好卷 即使有这一门大扩大富的亲卷 也未必肯把金元宝当败寿钱 不问而知是那会儿送她的了 但既做得受 可见其人年纪已是非青 能把金元宝任意送人 权柄一定不小 不是个做官人家的大太太是谁 天明道 听你们三个人的说话 都有些相像 究竟谁像谁不像 恐你们自己也不能明白 老是一句话 瞎才是没用的 最妙问她自己 漫游冷笑道 好聪明的话 试问你自己 嘎着几个拼头 肯告诉人们 天孙道 我却有一个法子 先要打听 美式小房子租在哪里 天明道 这个我却知道 有一天 我见她坐着包车 打从新马路出来 那小房子一定也在新马路 应遇到 我在眨北公益里 遇见她多次了 或者小房子就在那里 亦未可知 天孙笑道 照你们这般说 她到一处便有一处小房子了 漫游道 据她说 限于在一个什么亲戚家中 方才所说的 新马路公益里二处 一定有一处小房子 一处亲戚家在内 只想打听明白 她亲戚在哪里 于一处便是小房子了 但即使知道她小房子所在 既不能进去看人 又不能天天守候 岂非仍是白费心思吗 天孙道 若能知道她小房子所在 即可像美式自己口中套出来了 倘若她不肯说 我们便吓她一下 说要给她登报扬名 或说叫人桌奸 那时不怕她不招 众人拍掌称妙 天敏道 这却不难 横竖钉梢 是我们拿手好戏 只消少听哪一位 啃少钉一个女人的梢 改钉美式 当日便可知她小房子的秘密所在了 应遇道 这件差事 我可以担成 天孙道 妙极了 我们久仰你是个钉梢名手 今儿你肯出马 十城中有九城 可以拿得稳的了 这夜应遇结束停的 把外国小茂压至梅记 欲先在岸角里守候 见美式坐上包车 忙换一辆黄包车坐了 不急不离 随着美式到盆汤弄桥下得安理 见他包车拖进弄内 自己跳下黄包车 命他赞贷 不料那车夫说 时候不早 要回公司去交班 请先生给了钱吧 应遇便摸出一个双毫银角 命他找还一脚 那车夫回说 一脚钱找不出 只有五个铜元 应遇怒道 你们这班车夫 最是可恶 明明身边有钱 也说找不出 你休想敲我的竹杠 倘若你找不出 我便对了给你 那车夫道 很好 请先生对给我吧 免得说我敲竹杠链 应遇大怒 拿着银角 想找一半烟纸店兑换 岂之进边几家烟纸店 都已收拾 应遇走来走去 无处可对 那车夫又跟着他 罗造不休 说先生快些吧 我要去交班里 倘若过了时候 这两脚钱 一起给我都不够呢 应遇无奈 只得把两脚钱 给那车夫 向他找回五个童园 还被他说一句 现成话道 早些给了我 这几步路 都可省跑的 应遇只坐不稳 走进德安里 在找无美事时 连人带车 踪迹不见 应遇好不傲丧 第二天 漫游等问他 消息如何 应遇回说 在盆堂弄桥下 德安里 漫游竖起一个 大拇指头道 果然不愧 盯梢老手 天孙问 在德安里几号 应遇到 那却没有看得 众人一起笑说 这就叫老手 失封了 哪有不看 门牌号码之力 应遇狠觉惭愧 说你们别混闹 明儿自有交代 此日到了夜间十二点钟左右 应遇先到德安里口守候 约莫隔了半个钟头光景 摇见远处 两盏雪亮的电视灯光 直奔德安里而来 应遇料是无美事来了 慌忙闪在暗处 转瞬包车进了弄 应遇带他拖过面前 才演出跟上 看车上那人 不是美事是谁 应遇左藏右眼 见包车在一所石库门前停下 车夫举手敲门 相方楼上一扇窗开了 有个娘一探头下望 说声 少爷回来了 美事抬头问道 奶奶来了没有 娘一回说 来有一个钟头了 说爸闭上楼窗 开了大门 美事下车入内 那车夫慢腾腾把包车拖进里面 才闭上门 应遇进前 暗中看不见门牌号码 兴得身边带有洋火 画一根照见是264号 还未看仔细 一阵风来火鞋了 应遇再画一根 覆看号码不错 又见门上还钉着一块朱红漆的牌子 是吴公馆三字 按说 好体面 居然打起公馆来了 次日应遇便把一切文件向众人说了 众人都赞他办事周到 美事来时 天孙道 少爷来了 公馆里奶奶回去了没有 美事脸一红道 这是什么话 天孙道 这是要紧话 美事诧异道 此言从何说起 天孙道 此言从德安里264号说起 美事变色道 你修混说 天孙道 我一些不混说 你自己修得掩耳到灵了 你不是拼着一个女人 小房子租在盆汤弄桥 德安里264号 自称为吴公馆吗 你的包车 不是那女人买给你的吗 你的衣服 不是那女人做给你的吗 你那日的金元宝 不是那女人送给你的吗 你天天戴的戒指 不是那女人借给你的吗 你自己以为 见见秘密 外间谁人不知 哪个不小 这还是小事 你可知前途 也得了风声吗 今天一晚人向天敏打听 天敏因你是自己朋友 不可是说 你还把我们当作外人 处处藏头鹿尾 须知凡人做事 需要群策群力 才不知受人暗算 像你这样消息不灵 可怜包打钉站在面前 你还要不知不觉地 头上去呢 究竟你结识的女人是谁 快些说出来吧 她们现今正在四面打听 想上你的手 你告诉了我们 也可大家想法而对付她们 如其你仍旧假吃假呆 吞吞吐吐 不但叫要帮你忙的朋友 无从为力 唐使前途问到一个 不相干的人手呢 可不要大大的坏事吗 美是犹豫为大 满游应欲都道 她既如此执迷补 你又何必苦苦相劝 横束缚也是她想 或也是她当的 这叫做不听好人言 吃尽苦黄脸 由她自作自受罢了 天民怒道 这种蜡烛 不点不晓得滋味 我不该替她如此隐瞒 下次如再有人问及 我定要合盘拖出 告诉他们的了 天孙止住道 你们又要冒失了 究竟为人在世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天下哪有不要朋友的人 待她慢慢地说吧 你们招什么急呢 美是想了一想 觉得天孙之言果然不错 无双虽然千丁万主 叫我不可说出 但我若不说 天敏这人 肃同流氓一般 真给我放一把野火 还当了得 况且我拼了这种女人 也是一件极体面的事 同伴跟前 落得吹吹牛皮 料想说出来 也没人能捡我半个边去 美是主义已定 便把大略告诉了众人 众人文说是 尼俊仁的一太太 都吓得吐出舌头说 你这人的胆也太大了 尼俊仁是何等角色 平时他最恨作戏的拼女人 那年李春来 私通黄开甲的女人一案 明说是广东同乡公饼 暗中都是他鼓吹之力 你也不打听打听明白 竟敢在太岁头上动歧土来 可真是胆大包天脸 美是笑道 没胆的人 焉能成大事 不嘎拼头便罢 要嘎拼头 务必放大了胆去干 因为一嘎拼头 已犯了法 即存心犯法 必须犯得上算 一样嘎拼头 有的花钱 有的两不来去 有的倒贴 闹破了办起罪来 未必见得花钱的罪轻 两不来去的罪重 倒贴的罪更重 一样案情 办到底一样罪名 自然简合地算的一条路上走了 况且拼尼俊仁的小老婆 更有一层好处 这人虽然厉害 但他只能办外奸的事 轮到自己身上 一则 家丑不可外扬 二则 投鼠忌器 料他放不下这条辣手 自然眼开眼壁 由我们去做 我借此也可替李春来报仇 说罢洋洋得意 众人听了 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摇摇头走了 天下为有人的嘴 是件最坏的东西 这桩是自经美式自行宣布之后 一传十 十传百 不到几天 新巨界中 人人将此事当作美谈 秀珍与新巨界一方面的消息 最为灵通 这风声免不地传进他耳内 秀珍暗暗诧异 心想 美式住在行人医院时 与继母虽然混了几次面 但从未交谈 美式临班出医院时 还告诉我说 你家这继母 也特杀搭架子了 人家同他说话 他离也不离的 明明还没有花头 怎地出了医院 反钩地上了呢 但美式自出医院以来 踪迹与我输了许多 继母近日的行旨 也很是可疑 往往拖骨前我回去 每日午后必须出院一次 有时全夜不归 问她是 只说住在小姐妹家 莫非当真租了小房子吗 但不知他们的小房子 租在哪里 不然 到继父面前放一把野火 却是很有趣的事 不过追根问底起来 却是我的来头 故又万万不能给继父知道 然而他们二人 未免岂有此理 既然在先与我联手 现在不该瞒我 因此心中一股酸气 颇难发泄 还有 如海也存着满腹一团 他子那夜在无双房中 踏破秘密之后 明知其中必有缘故 当时本预告之郡人 只因这件事发生在他医院中 他自己未能谢责 而且对于无双一方面 也不忍下次拉手 故带无双回院 一遇好言劝导一番 以免再生他变 岂知他还没开口 已被无双几句说话冒住 自己反弄得顿口无言 只得敷衍他吃了中饭 才算有个下场 不料无双自私以后 看出他没神能为 竟毫不把他放在眼内 任意来去 时常在外过诉 与出进院时大不相同 如海口内不便明言 心中暗暗生气 此时也顾不得这许多忌讳 亦遇探明无双来宗去击 素之郡人 以为报复之地 因那娘仪是无双心腹 料想在他面前探听不出 自己女儿素陪着无双出外游玩 虽不能预闻各种秘密 若将近日行径参考起来 也可略知一二 如海随即私向秀真探问 他继母近日坐和消遣 与哪几个小姐妹来往 夜间不回 素在何处 秀真这几天正在怀恨继母 听他父亲一问 本欲何盘托出 以快心头之分 又恐说得太仔细了 被他父亲怀疑 故而假一回说 继母已有许久不与我一同游玩了 近日坐和消遣 并不知道 她往日最爱看的是新戏 而且急赞许一个做小生的 叫什么吴美氏 说她相貌生得漂亮 有一次散戏馆时 继母在戏馆门守遇见了那人 命我招呼她 我因害羞不肯 自后也不叫我一同去看戏了 讲到小姐妹 我从未见有来往 故她宿在何处 我也无从知道 如海道 住了 方才你说 继母命你招呼姓吴的 难道是约她去住客栈吗 秀真道 不是 继母命我问她 明儿做什么戏 如海道 莫非你们没看第二天的戏单吗 秀真道 何尝不看 如海道 既看过了 又要问她的责神 秀真道 这是继母的意思 谁知她藏着什么奥妙呢 如海骚头道 这就录道不对了 秀真无语 如海又道 内姓吴的现在还作戏吗 秀真道 还在省民新剧社作戏 如海道 你继母进来可是在省民社看戏的吗 秀真道 听说她已有多事不去了 不过常向我道集姓吴的 未知他们在哪里相会 如海眉头一皱道 你进来曾见过姓吴的吗 秀真道 我又不去看戏 从何得见 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此人 坐着包车 比以前阔绰得多了 如海哼了一声道 有人道帖 自然比以前阔绰多了 秀真假意惊恶道 你讲什么道帖 难道说的继母吗 继母为人所来规矩 你莫冤枉了她 如海道 呸 你一个女孩子家 怎知此中奥妙 从此以后 不需你再去陪她 我自有道理 秀真暗暗欢喜 假装坐目定口呆 不能拦阻的模样 如海忌愤愤坐着包车 进到行人医院 恰之无双 昨夜宿在外面 此时还未回院 如海在帐房内 暗自存度 觉得这件事很为尴尬 如其告诉郡人 他的脾气和霹雳火一般 说不定一手枪 把无双打死 惹出颇天大祸 岂不是我口头造的你 或者郡人因溺爱无双 不忍置之死地 将他糟蹋一犯 但他二人就喜夫妇 将来鸳鸯被底 讲起这件是非 都有我挑拨出来 无双岂不要抱怨我 而且郡人耳朵最软 若被无双把我 说上几句坏话 郡人一定听得 那时我真弄成 两头不讨好了 如若隐瞒着 不告诉郡人 自己又没权力 拐束无双 他进来的胆量 一发大了 长此一往 毫无顾忌 郡人风声破灵 倘若被他自己查息 追缘或使 却在我医院中 出的毛病 叫我如何担当得气 想来想去 不得主意 唯有赶紧令他 远处他方为妙 但口风 却不可不露给郡人 好令他自己留意 隔了一会 郡人也到行人医院 寻习无双不在 便找如海谈天 如海成剑问他 爱尔进路公馆 已空关数月 不知曾否退租 郡人道 那边孩子死后 已浇了几厅臭药水 我本想另搬一所 只因找不到 称心房屋 而且的那边 宅中装修 诸如电灯 自来火等件 也煞费经营 搬出甚为可惜 因此 一向留一个粗座娘仪 一个小丫头守着 并未退租 卢海道 那边房租 不是说每月八十两吗 郡人道 起初八十两 去年又加了十两来 卢海道 照你说 这几月来 已出了几百两银子 空房钱了 岂不可惜 我看不如把姨奶奶 早些搬回 一则 可免贴空房钱 二则 她在这里 几个月已住的厌烦了 也好换换新鲜 郡人道 我久有此意 便是老三也很愿搬回 不过都为省钱起见 那厌烦一句话 却从来没有到机 卢海笑道 我也是一测而已 譬如姨奶奶出来时 足不出户 近日常在外间过诉 岂不是厌烦的证据吗 郡人笑道 你又要神经过敏了 当日 她足不出户 十元悲痛亡儿之故 近日积久健忘 故又出去游玩 宿在外边 想必在小姐妹家 往日她住在宅中时 也常常如此 和阻止为厌烦的证据 卢海笑道 果然算不得厌烦 我也巴不得人不厌烦呢 假如人人厌烦 我这医院 只好自己住了 郡人大笑 卢海又道 世间外事 皆不足位 唯有人言可畏 即如姨奶奶 进来不回医院 明明素在小姐妹家 偏有些人胡说乱道 这种无稽蓝眼 自古已然 真可谓毫无交代的 说到这里 却又改口 问郡人 谢佩仙馆那里 因何许久不去 昨天 我在席面上遇见她 叫我带信请你 到她家去做作呢 郡人忙止住道 方才你讲什么 胡说乱道 卢海道 这种毫无价值之言 提他择慎 郡人道 无论有无价值 讲出来 也可大家笑笑 卢海道 果然可笑 竟有人说 姨奶奶搭上了 一个新巨家 你倒笑话 你倒笑话不笑话呢 郡人笑道 果然有趣 卢海道 而且言之凿凿 有名有姓 据说叫什么 无美事 是在醒民 新巨社 喘小声的 还说如其不信 可以调查 岂非毫无交代吗 郡人扮上无言 对卢海面上 端向了一回说 这件事 你以为如何 卢海笑道 若派我做调查员 我只能抄袭 官样文章 查无识据 事处有因 八个字报名而已 郡人道 这种说话 颇来得奇怪 卢海道 果然奇怪 总之 蛛丝马鸡 务辅重生 最好令姨奶奶 稍微留意 郡人兄也暗暗留意 就不难水落石出了 郡人呆了一呆道 如此说来 卢翁还不免 有些疑心了 卢海说道 这却万万不敢 姨奶奶是何等人物 我焉能疑心 郡人笑道 你休推却 我早已看透你了 你若当作无稽之谈 就也不告诉我了 说的若是别个 我焉能无疑 但我家老三 我却万万不信 他有这等事 你叫我留意 我很感激你 不过你可记得 去年那封匿名信吗 那是我一团烈火似的 你劝我身为地方官 做事不可造次 但我不过做过一任之限 你却是一味后不到 观察大人 资格该比我高些 如何轻信服言 方才你区区言来 原恐我动怒之故 但我自经那一番阅历之后 已略有涵痒 况且你自己也说 我家老三不是水性洋花之辈 那些无稽之言 你又何苦郑重其事呢 老三住在这里 叨扰已多 明便叫他搬回去 应少房租 绝不拖欠 说吧 哈哈大笑 如海不防 他有这顿抢白 气得脸都清了 郡人也觉自己严重 忙说 谢佩仙馆那里 果然多时未做花头 难为他倒还牵挤我 隔天便去吃酒 碰糊喝乳 还有一件新闻告诉你 我那位老熟 你也会过几回了 看他外貌 不是个挤鼓道的人吗 不料他进来 他也盼了个香好 住在三马路 叫做王熙凤 听说两下里恩爱得了不得 一月未满 已做了十来个花头 可不是装笑话吗 这回我们吃花酒 务必请他 叫他把王熙凤叫来 大家赏剑赏剑 究竟是一个何等人物 卢海笑着 附和他说了几句 军人告辞 卢海也赴药房中勾当公事 这夜 卢海因数天未见少事 便叫车夫拖车回家 并吩咐 奶奶问及 可说诉在医院中 卢海坐着黄包车 到了华兴方 一进弄 只见自家门首涌几多人 不觉吓了一跳 走进方之 是隔壁人家出来事 有寻补守门 不许闲杂人等进内 因此弄内聚集多人 卢海见少 是李氏 也站立门首 便问 什么事 李氏叹道 上海地方的事 真是无奇不有 少爷可记得几月前 灵珠回来说 有个珠宝钱客 勾上一个木匠的女儿 那件事吗 那木匠得钱回家 可怜没付销售 未及救病复发 一命身亡 他女儿嫁了珠宝钱客 平日倒也相安 不料他年纪虽小 心思狠毒 几天前 那珠宝钱客 替人钱了一万多 羊钱珍珠 论嫁不合 带回家中 亦于第二天 送回园主去的 岂知被那女的 看在眼内 趁半夜三更 男人熟睡之际 将这包珍珠 和那珠宝钱客 半生积蓄下的 一千多现扬钞票 席卷一空 开后门逃走 极致那男的觉着 四路找寻 已是无影无踪的了 可怜这珠宝钱客 人才两空 又被珠宝主人 催破索赔 天天如痴如醉 忽哭忽笑 昨夜不知怎地 吞了一罐生鸦片烟 近有几家邻舍 都奇怪他一天不开门 还不料他密死 刚才那珠宝主人 又来讨债 因敲不开门 随叫寻补 一同破门入内 才发现 那珠宝钱客的尸首 现在已报了寻补房 听说还要车到 厌尸所去呢 儒海道 这也是自作自受 古人云 万恶银为首 这便是贪银之报 说着 一同到了里面 李氏知道儒海 还未用饭 忙叫灵珠 抛水烧饭 邵氏便问儒海 为何有四五天没来 方才来时 我看你面上很不高兴 莫非家中奶奶 已知我们这里的事 多了闲话吗 卢海笑道 你只愁奶奶 知道这里的事 其实她和木头人一般 绝不会小的 你放心便了 这几天 我殷俊人的小老婆那件事 心中很是烦闷 故而未来 便是方才面上不高兴 也是这个缘故 邵氏道 我正要问你 那天你说她不规矩 大约是没有的 是吧 卢海哼了一声道 何尝没有意思 我已打听得千真万确 不过俊人内似 真是个固执不过的蠢才 邵氏问 何以见得 卢海便把大略情形 告诉了她 邵氏道 既然你老爷自己相信姨奶奶 你又何必插身多事 落得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她加瓦上霜 卢海摇头说 这件事 我碰了俊人一个钉子 绝不轻易饶过他们 邵氏苦苦相劝 卢海为笑无言 吃吧晚饭 李氏又同卢海提起 隔壁珠宝前客 夹七夹八讲了半夜 此日 卢海起来 用霸早点 命灵珠 看包车来了没有 灵珠回说 来了 卢海别了邵氏出来 坐上车 不往行人医院 却到了一半茶馆中 找寻一个朋友 这人姓徐 明阿珊 是个包打听头 卢海将阿珊 拖到一张披荆桌上 瞧瞧向他说 我拖你一件事 如若你替我办好了 重重谢你 阿珊道 钱先生的事 小可一定代劳 不必说谢的话 卢海道 这件事非比寻常 有一个女人 拼着个做心系的 我要你打听小房子 借在哪里 最妙要拿他们一个 真凭实据 或者把那男的嘎 到茶会上来更好 阿珊道 这个容易 但不知男的是谁 女的是府上何人 卢海四顾无人 便向他耳畔说了几句 阿珊变色道 这件事很不妥的 一则 与你老爷体面有关 二则 那姨奶奶素来认得我 见了面 岂不难以为情 卢海道 你老爷 堂有说话 由我承当 若怕姨奶奶 见面为难 只说你老爷 派你去的 便不方式了 阿珊沉吟道 既然钱先生如此说 我们姑且试试 三天以内 一定给你回音 卢海大喜 称谢而去 阿珊和他伙计李阿光 私下一商议 说 这件事虽然有些为难 却很可以出产一炷钱 听说你家这位姨奶奶 手头很靠得住 我们趁此机会 吓她一下 可以大大敲她一下竹杠 得钱买放 又可做一个县城人情 姓钱的那边 只销拿几件东西去搪塞 只说凭具有的 本人没有遇见便了 请不吓人家